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欢迎回来TBS新闻大白话 我们今天当然现场很热闹 有不同的意见的人 大家非常激烈的在互相对自己的立场 做一些说明这是好事 大家意见可以有不同的立场跟交流 那么所以刚刚也特别欢迎当事人 如果有需要的话 欢迎打电话进来TBS新闻大白话 来做相关的一些持平的说明跟诚心 没有问题 但是接下来来看的话题 一样是林长佐 林长佐在当韩国瑜要出来 做新书发表会见面会的时候 曾经讲这恐怕又要带来一个 很恶直的很极端的一种言论 又要出现了 结果才隔了几天出现的时候 他讲的话又改变不一样 那么他说 韩国瑜是真的很厉害 真的是自带流量 而且他还说是很正面的形象 听听看他当时又怎么说了 韩国瑜最棒 其实那一场大安森林公园 它那个规模已经到了是那种 太厉害了好不好 我想说闪铃在那边办 那边多多了 那种游览车是自发型的 对 我自己在看 他们那并不是说 好像是政治动员 然后去说 要在游览车上面发便当还是什么 没有 但是大家想去参加 所以我自己叫车 韩国瑜是真的很厉害 真的是自带流量 我觉得他其实反 并不会说是又要再挑起 这些仇恨或对立 我觉得还是有助于社会 听到这些谈话的时候 有时候是不是那个画面Cue错人了 那个声音其实是别人 就真的是林长佐 我们再三的确认是他没有错 他怎么会突然间又转了风向 夸奖韩国瑜还是对社会蛮正面的 还蛮意外的 是因为希望他在这个选区的 对立的情况能够降低吗 还是希望影响一些人的决定 至少不要再骂下去 看到他的人气吗 那么因此在这一场活动里头 影响了发生一些变化在哪里 有一个广告小妹网红 他在脸书上PO了一篇文说 他实在本来是当韩黑的 过去曾经煮过一个 韩黑的这个黑韩的粉砖 那么上面骂了很多 长期在攻击他的 结果这一次他去买书 要签名会 他的先生是韩粉 所以他特别跑去找 这个韩国瑜帮他签名 结果收到了一小时之后 他说收到了一支影片 是有声音的 不是诈骗集团 韩先生送上了对韩粉的感谢 而且搭配上亲笔签名画面 并且没有忘记他的托付 他还特别劝班长 他老公叫班长 要听老婆的话 听不吹大夫鬼 以至于他说过去 本来是黑粉群主 现在今后没得黑了 良心上过不去 都快要黑转粉了吗 那么所以他看这个文字签名 是写好人一生平安 是韩国瑜帮他签的名 所以这样的魅力叫做 收服黑韩网红吗 其实就是他个人 一向就是比较温暖 所谓的目中有人的这样的形象 可是也有不同的很多的 攻击跟批评的声音 比方说也有人媒体上面 不管上报的no news 都特别去写说 韩国瑜可能敲门 会变成try门 为什么 敲什么门 他当然是想2024 就算他自己一直讲的 我只做公益 但是很多人帮他写的剧本就是 他就是要去try 2024的门 那么甚至刻意要把它跟战斗篮 来做一些区隔 跟这个见缝插针 那么好 我们看到绿色的侧翼 包括了指示赌篮 VK做了很多很丑的梗图 人身攻击 公益也可以黑 那这些很黑很黑的图 显然在网路上 并没有造成效应 所以以至于在传播 跟点阅上都差很多 那么结果现在马上 彻翼无效 正规军上场放风声了吗 包括了这个黄穹慧 PT上面的网红 就说韩国瑜 因为东山再起 帮他做剧本规划 甚至蔡逸宇也说 韩国瑜强斗占大力 让战斗力让国民党的战斗蓝色色发抖 是到底谁在发抖呢 那么教堂哥哥当然也出来了 在也飞寒不投 无栏郊游 然后另外在 还有什么所谓的内幕的报道 他说一名国民党籍台北地方人士指出 是谁也不知道 也没有指名道姓 又是一个键盘后面没有名字的人吗 他说削弱了赵少康的深蓝代言权 那么甚至招牌立刻被夺回 张亚中的深蓝代言权 中间蓝知识蓝经济蓝群体 都会被迫开启更多合作的可能性 马淑慧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 急着帮韩国瑜写剧本 然后找工作 而且最关心韩国瑜就是 民进党这一票人 你们什么时候跟他这么熟这么好 这么关心说 他会拿回什么教主的招牌 他以后要干什么 他会让谁发抖 自己很熟 跟你都不认识好不好 不要这个样子 我觉得台湾现在已经被民党搞得 太乌烟瘴气了 连要做公益都可以被你黑 好像不行 除了加入民进党是公益以外 做其他的事情都是黑 是这样子吗 是不是要领那张党证才叫做公益 什么叫做国民党籍台北地方人士 哪个地方 是谁 对 谁 为什么不敢讲呢 每一次我们的新闻 都用这种方式来报道 奇怪我们不是有新闻 国家不是有管新闻的吗 NCC呢 这种不实报道或是匿名报道 每一次都出现在这种地方 连自己点名道姓都不敢的人 他说的话大家可以相信吗 之前民进党一直黑 在2020年民进党一直黑韩国瑜说 韩国瑜在台北没有知识栏 没有经济栏 我跟大家讲 我后来去看了总统大选的得票数 韩国瑜在台北拿了68万票 比丁首宗选市长多了20万 多了20万票 所以我觉得不必要这样子 人家已经做公益了 选上高雄市长你也不敢玩 罢免他了又随时在害怕他 晚上做梦都梦到他又回来 现在做公益又要在那边大惊小怪 我觉得这个只代表 你们民进党真的很怕韩国 可是真的不需要这个样子 人家已经海阔天空了 不像你们还在争权夺利 那我也可以说赖清德 让郑文燦瑟瑟瑟发抖 对不对 郑文燦你们在瑟瑟发抖 你们在瑟瑟发抖 昨天很多媒体就喜欢见缝插针 来问我说 你们12月31号 那一场午餐 我看你泡了一张照片 马上就有4.8万个赞 对 那一场午餐 韩市长有没有谈他的规划 有没有谈政治 我很认真的想了很久 我说没有 真的没有 他说那你们聊什么 我说聊一些五四三 然后他听得比说得多 所以拜托大家 不是像民进党每一个人 从骨子里面从骨到皮 浑身到都是争权夺利政治 不是这样 台湾还是有很多人 希望为台湾做事 真的在乎这块土地 真的在乎弱势 很多过去不认识韩市长的 被媒体影响 因为铺天盖地的在黑韩 被媒体影响 可是等真正接触到了 就像这个广告小妹一样 都会讲 怎么跟电视看的不一样 怎么跟民进党说的不一样 就是这样 你没有接触过 你只从媒体去讲 那你为什么就要去批评那些 支持韩国瑜就是憨粉 就是什么呢 我真的觉得 台湾真的被民进党搞到这样 我真的觉得很难过 阿童最近监督林昌佐很用力 那他为什么突然要改口 一下子说 担心韩国瑜笑 会造成遏止的 其断话的言论出现 突然又要夸他了 其实我对林昌佐我就说 只有几个字 上书大人曾经林 曾经林 他很会见风转舵的 我今天我再继续报一个料 你知道那个林昌佐 怎么那么多料可以报 太多了 我一直打到选钱你知道吗 打到投票钱 你知道林昌佐他出生过几次吗 出生过几次 出生过几次 你知道厉害的吧 来 这一篇 这一篇是他接受 Coco姐访问的时候 他说我自小在中正区长大 那现在也住在中正区 他说他都是中正区的 那再来 我再给大家看另外一篇 这是当初他选大安区的时候 就是这一篇民报的报导 民报的报导里面 他说我就是土生土长 就大安区的孩子 所以我就问林昌佐 最后的 你到底是在大安区出事 还是在中正区 那一下在大安区 一下在中正区 他在中正区选的时候 说他土生土长在中正区 他那时候在大安区选的时候 他说他土生土长的大安区的孩子 他还说他在新四国小的游泳池 游泳的这个状况 所以他就是那种见风转舵的人 他连出生地都可以有好几个地方 他在哪里选 他如果今天到高雄去选 他可能又说他是高雄出生的 所以我说林昌佐 你要出生几次 还有我刚才所讲的这个地方 其实他2020年 选立委万华租户的地方 就在泉坤威风 请林昌佐出来否认 你没有long stay 你没有long skate 你2020年的时候 不是住泉坤威风这个地方 那他今天这个广告弄得多扯 因为我自己也有在打电动玩具 打游戏 打什么游戏 很多 我连那个 现在PS5什么都打 我就是个老屁孩 那这下面你看连这手机上 也有这个防疫纾困专案 万华权力相挺 所以我丢你的4400万 买房子之外 你还有那么多的广告 连这个都有 那你看到技能因那么充足了 为什么连韩国瑜的话题 他都要转弯 是因为这个风向不对吗 他就是什么都蹭 他哪里都可以蹭 你看他当初时代力量 然后蔡英文礼让之后 那蔡英文觉得 这个黄国昌弄出了撕烟案 要把时代力量修理一下 诶 叫一下我们这个 这个小弟出来 出一下气 做个事情 所以林昌佐的个性 绝对不是传统的民进党人 林昌佐就是那种很投机的人 他很会演 你当初看 他在骂克温泽7月2号出事之前 你去看他直播都多凶 他现在出来 一副温良公俭让 没有 他之前本来说 他就要加入民进党 准备要加入 他现在又说 没有这个规划 没有加入的理由 因为发现他这个风向 示出来之后 他发现说效果不好 他又见风转舵了 又转向了 不是小婴男孩 现在又说我们找不到理由 为什么 所以这个 像我们婉征 是纯正的政国会 他一定不会变来变去 一下子而已 我实力的 然后被制实力 我一下子又小婴男孩 我再加入民进党 后来我又不加入 他就这样变来变去 所以 我也我就劝婉征 你不要听他讲话 否则民进党现在 四婴 四婴 三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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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他讲话 你这一婴就被别人拿走了 我只是说我观察到的什么现象 就像刚淑慧姐 说民进党也会这样 民进党会这样 拜托的好不好 民进党 又怎么也很划算 拜托的 民进党没办法 但是绝对不要听林昌佐 那婉珍觉得黑粉变成 可能快要变粉丝了 韩国瑜这是一个要投身公益 我觉得投身公益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就像这个罗志祥议员 最近也出来说 韩市长很棒 还请团队吃饭 很温暖 很温暖 我觉得政治人物 就是应该要有点温度 可是这件事情的时候 大家要不要回溯到之前来看看 韩市长当时也是这样风起云涌 大家觉得好棒棒 可是后来 高雄选选 马上去选总统 这个温暖最后变无情的抛弃 这是要怎么说 大家当然也会觉得 韩市长你这种温暖 那是不是以后 还是可以这样子的照顾我们 还是只是一时的作秀呢 是不是有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 这真的就是跟男女没有关系 这是造人的问题 我也不是说这样做公益不好 要嘛 韩市长 你就是从头到尾 我们就是真的投入公益 好好的来做公益 那个团队是继续服务的 没有抛弃的 没有 我要修正一下 刚刚婉珍特别说 国民党的里长也肯定临藏所 我就觉得很惊吓 我就去找 结果大家知道吗 是抹擦电子报 抹擦电子报 它里面一个标题说 蓝营资深里里长挺临藏所 结果内文没有一个字 提到里长 全部都说 民进党的谁来辅选 一个里长的名字 现在有些韩禅效应很多 里长也不敢站出来 真的 你们是理会 你是执政党 所以韩禅效应是因为你们 就是因为你们 你现在也知道韩禅效应 为什么会有韩禅效应 就是怕执政者的权利 我们又没有执政 我们凭什么给人家韩禅效应 理会也咬的 議長也咬的 总统也咬的 然后你说国民党 给人家韩禅效应 所以地方也是有国民党的议员 笑死人了 真的 韩禅效应后面有 因为苏伟说在公投之后 又收到一张 简调的约谈通知书 这才叫韩禅效应知道吗 盐宽衡的更多 国库署 国药 国地署 马上去追查他的房地产都有 所以在整个爆料的过程 阿桐已经爆料完了吗 还有更多吗 我觉得既然婉政在这里 她说是市场的女儿 我就要问她 这个农委会的批发市场 陈销仁的紓困专案 我问一下你家有没有申请 因为临场所做1056个 结果钱都一直没下来 后来都没有领到 你们家的亲戚五十 如果在做陈销仁 要有申请这个 大家有什么感觉 大家是不是觉得说 已经领不到了 已经绝望了 然后看临场所 他不只这个罢免的公报里面 讲到1056这一笔 另外还有包括他的文宣 这个1056 也都讲到说这个补助要下来 他所有的文宣都这样发 结果大家都没有领到 一直到罢免前 12月29号前才下来 一个人4万块 在29号下来 4万乘以1056是多少 4224万 刚好压到罢免前吗 这样对吗 我问一下你家庭的女儿 时间点 你们穿着五十 觉得都没联系 听说罢兆才联系 因为觉得很奇怪 是不是有一个罢免 你们家的有不关吗 你要他代表临场所回答吗 没有 我要问他们市场的心声 跟我听到了有没有一样 有点不太一样 怎么不太一样 没有人的钱 大家都很欢迎 因为我现在只能讲说 我这样去走 有时他跟临场所 他们在说到的时候 大家也是很欢迎 你知道这件事吗 你知道他说他正宿的1056吗 是大家自己去填资料 结果填了到8月底前 后来拖了4个多月 一直没领到 后来大家气到说 我讲道路给你烧香 罢免前几天领到 你知道罢免前几天才下来 可以这样用4千多万 可以这样用4千多万 来绑这个罢免吗 来这样安抚人心吗 你钱早就快要下来 所有市场的民众 大家苦哈哈的 在那边等这笔钱 4万块 等了四五个月 可恶啊 你对民党的了解 你认为为什么 这些彻翼无效收换 正规军上来 要帮韩国瑜找工作 我觉得其实韩国瑜 因为我之前在做YouTube频道的时候 我也蛮喜欢去蹭韩国瑜的 因为韩国瑜真的有流量 他真的有趣 他真的有趣你知道吗 就是包括他这一阵子 沉寂下来的时候 包括我女朋友跟我在家里 他都常常讲说 哪一个 现在没有韩国瑜 韩国瑜在哪里 他说现在政治好无趣 就是这样 他就是有这个魅力 但是民进党害怕 包括Freddy一直很怕 他说他如果出来讲说 要大家要去头部 这个同意罢免林长佐的时候 那会变怎么样 所以他是害怕 后来他变成感谢 要巴结 就是这样 他就是那种见风转舵的人 所以韩国瑜是的确 是国民党里面难得的说 有这种政治魅力的政治人物 所以都要蹭一下 民进党会害怕就是这样 是 很多的这些资料 不断的被提出来 选战已经剩下倒数没有几天了 那大家要做出明智的判断 自己身边所看到 所观察到 是不是有帮地方服务 交友选民来决定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